寻找八年发现妻子另有新欢 消失原因 扑朔迷离 究竟为何 面对丈夫 男友 妻子又会作何解释 百姓调解 消失八年的妻子正在为您讲说 张秋市浙城县的梁杰向调解员求助 他和妻子结婚二十多年了 夫妻俩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两个孩子 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 天又不测风云 令梁杰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他的妻子领着四岁的女儿消失了 这一消失就是八年 当然是本来过来也写的 不像这个穷富八重女人是吧 也没啥矛盾 那媳妇这个人呢 他的意思是他没想醒来做 你要说你要葛东西 是什么 对你要葛东西说 你要葛东西说 你又觉得啥 据梁杰讲 妻子离家出走的时候 他没和妻子吵架 也没有和妻子生气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妻子带着女儿离奇失踪了 八年来 他东奔西走 苦苦寻找 一直没有妻子和女儿的阴系 这个梁杰年 太早了 事实也没做完 就得让县城东往来 这刚没有理解 他现在 据我了解 他给一个男人在生活 这个男人没假如 让梁杰感到困惑的是 自从妻子离开 八年来 他一直没弄明白 妻子离他而去的真实原因 他想通过调解员 看看妻子到底是怎么想的 随后调解员跟随梁杰 见到了他消失八年的妻子 岳华 岳华的话让调解员很吃惊 他怎么说已经和梁杰离过婚了呢 是梁杰对调解员撒谎 还是岳华没有说实话呢 调解员跟随岳华回到了家中 岳华的男友孙先生谈言 既然梁杰找到了他家 他也希望岳华和梁杰 能把两人之间的事情说清楚 看到这种情况 岳华拿出一张调解协议 他说这就是他和梁杰离婚的证据 梁杰说 他和岳华是1987年结的婚 婚后两人一直没有孩子 为此夫妻俩还经常生气 1995年夫妻俩因为生气 在浙城县黄吉乡司法所办公人员的调解下 达成离婚协议 直到现在还没去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 据梁杰讲当时夫妻俩就像开玩笑似的 能把离婚协议拿到手 他当时就后悔了 当着妻子的面就把自己的离婚协议给撕了 谁知妻子竟然多了个心眼 把这纸离婚协议书一直还保存着 梁杰告诉调解员 虽然说夫妻俩达成了离婚协议 但是两人还一直在一起生活 让人不解的是 月华和梁杰生活的好好的 为何月华会突然消失呢 如果他没有给你出来 他不会出来就没有 谁敢给你出来 就那咱们的一个老娘把就是了 梁杰克一天一天长大了 你还不资光啥呀 对对对 你说的很多 就以为这吗 就以为这 就以为这 但是你我出来打工 正在家 他反过来 还得给了我来要钱吧 他不敢 虽然你出来八年了 你这又没出来八年了 你出来一百年了 你想要钱没有了 你这两个要钱的这话 你说他多少个人 月华说 这次他之所以带着女儿消失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自从他和丈夫结婚 丈夫是好吃懒做 整天无所事事 一家人靠三母帝过日子 为了摆脱贫苦的困境 他选择在现场做生意 面对月华的说法 梁杰并不以为然 他说妻子月华 是在为自己出走找借口 当初妻子走的原因是 妻子在这城做小生意 认识了一个安徽的男子 妻子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跟着这名男子跑到了安徽 月华承认 他在安徽住了半年 在安徽这半年 他很想念自己的女儿 在女儿过四岁生日的时候 他回来看望女儿 没想到被丈夫发现了 看着自己的两个孩子 月华心软了 他想着留下来和丈夫 好好的过日子 没想到丈夫不仅天天防着他 有时还会动手打他 他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 也给这个人 也给一个过日子 来过江户了 我原谅了 如果你给人家在掐 我这孩子 你不能再联系了 他这一天 几个年晚的 我得拉他两个 大半年以后 你知道吗 他还要我 我不嫌弃他 我就不嫌弃你 我只是给他别人 我就不 我嫌我自己脏 我对不起你了 别人找我 就因为我这 天天找事 月华在家住了半年之后 他无法忍受 丈夫在家天天防着他 趁丈夫不在家 他带着四岁的女儿 悄悄离开家 再次回到了安徽 这次出走 他领着女儿 在安徽住了一年多 觉得压力很大 他选择带着女儿 独自生活 最初他跟着孙先生 干点装修的杂活 孙先生看他带着孩子 也不容易 在各方面都对他很照顾 两个人慢慢的 就有了好感 后来惊人撮合 他才和孙先生 走到了一起 孙先生说 他有两个儿子 两个女儿 妻子前几年生病去世 月华跟着他干活 他也是看着月华 带着孩子不容易 处处照顾月华 月华受感动了 才和他在一起生活三年 孙先生告诉调解员 名义上月华跟着他过日子 可实际上 他是在照顾月华母女俩 月华外出打工 挣了钱自己保存 女儿在家上学 都是他负责照顾 一听孙先生说 妻子把女儿扔在家 孤苦伶仃 良解不愿意了 他说起了月华的不是 那么月华又会做何选择呢 面对妻子 丈夫为何恼羞成怒 面对政府 妻子又为何冷酷无形 懒惰不安现状 到底谁是谁非 妻子 小十八年又该如何结局 百姓小姐 小十八年的妻子 正在为您讲述 上节我们讲到 月华因为和梁杰生气 她带着女儿消失了八年 等梁杰找到月华 月华已经跟孙先生生活了三年 当梁杰得知 妻子跟别人在一起生活 离自己家还不到十公里时 这让苦苦寻找了八年的梁杰 很是生气 梁杰觉得 梁杰觉得 妻子太狠心了 八年来 她苦苦寻觅 月华却不给她任何消息 也不和她联系 八年来 连自己的亲生儿子 都不回去看一眼 她觉得 月华太无情 这个司法说 咱有这个事 那这种条件出去 嗯 你不让别人说 你不让 党是别人说 还没 你没有人害怕 你没人没人说 这个林文正 你好像你是女人 我两天没啥出去 我信不上了 你这个八年 你准备我自己的咱 你四十四 这个八年 你得跟人家 谁得把自己进 你不和我把没有出去 你就是你几十 给你家 到我来托 你叫我托 你叫我托 这个八年 我抓你这个八年 不讲 我不讲 见到你没见到你 我叫你这个八年 保你的四十八年 那只能变来 我不想你保 我不想你保 据月华讲 她确实是离开家八年了 她躲的是丈夫 而不是孩子 其实 自从她离开家 她和儿子 一直都在联系着 只不过 丈夫不知道而已 儿子也不会告诉丈夫 他在哪里 月华说 随着儿子年龄的不断增长 由于缺乏关爱 儿子的叛逆心 也很强 整天上网玩游戏 看着儿子不听话 他也很生气 就骂了儿子几句 儿子也是年少气盛 就赌气离开了他 三年都没和他联系 我也不想就跟他打电话 你跟他打电话 然后问他 你多长时间没见过那妈呢 从前上走了一年 就三年了吧 能把说一个 就是说好吃难做的一个人吗 反正就是广乡的 广乡的 那一辈子都广乡的 所以说 千功尽弃 打钱也没挣赖 消钱也久了 是这样吗 那马呢 在你影响当中 那马是一个啥那个人呢 我不好说 我不好说呀 梁杰的儿子君君 在电话中告诉调解员 对于妈妈的选择 他能够理解 因为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时 两个人总是吵架 有时候甚至还动手 这对他伤害很大 现在妈妈离开爸爸 他觉得 这对于这个家来说 并不是什么坏事 毕竟爸妈都还很爱他 他不把妈妈在哪儿告诉爸爸 那是他担心 父母在一起 还会整天生气 你想那儿子说你那样呢 广场天上叫小兵 那能掉下来吗 你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了 才把这个家徽了 你知道不着 你一家都不能出动 你好好地 找他势力地去干行不行 你现在才五十亿 你改到六十亿 你少要能整几十万 对啊 你现在已经到这一地步了 那后马上顶纪念 都还顶媳妇了 如果他酿不回家 这媳妇顶不顶 你给那个女人 逼着现在某地方住 他有他的错是不错 但是先听下是 你错在闲 听小姐员如此说丈夫 岳华也觉得 他和丈夫生活二十年 受了很大的苦 可面对这些 她的丈夫始终都没有认识到 自己存在的问题 但是人家他不是一般的日子 干脑的最坏日子 最欺奋日子 我去去年还结婚 都是假设那 装饰他就给娘借了家来 有了过年过不去 年夜都是这样 你结婚的时间 你要早就 带着 梁家伙带着 又带着东西 送我送我去 他家 他家这种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的东西 他自己一直都没自卖 但是作为一个难 是 其实你还要生活的 听了妻子的一番话 梁洁认为 他前几年没有好好干 这是他的错 可他现在 把这个懒惰的习惯 已经改掉了 他这次来找妻子 也是为了孩子 想让妻子回头 你以前你谁也发对也好 错也好 我梁洁对也好 错也好 咱们要散开 我说的可够一遍 咱回家 对不对 还见了 孩子 孩子始终回去了 我不想救 你说不想叫孩子 谁不让救 对吧 这是我的处罚别 岳华坦言 丈夫最大的优点 就是能说会道 可实际呢 丈夫只说不干 我跟你说啊 你被那种孩子 哭哭声声这样说 如果你早一点 想到孩子要长大 孩子要结婚 那么你早一点都敢呢 对不对 你被用那个想法 认章的是一标认菜 上场挂马不能气气的 扫兵不能冲击 我还会招一个虎后来 他真的还会去拉靠 回国成仙 梁杰说 他现在认识到自己错了 但他希望妻子 能够原谅他 给他一次机会 那么岳华 又是什么态度呢 但是他现在 如果以后能改动呢 我只要他机会了 大家 摆着一步中的话 你可以给他一段试试 不能再试了 没啥一步 再试一遍 我都试过几次了 还啥试的呢 你看他面孔说出来 根本就没有 所有事实上的东西 他只是说你 这个女人不简单 在外边经常找 那么你说起来他 就这个男人不正能干 你说吃个票都 他不敢 但是他不正打架 就像他二说那样了 心大 那说了 我啥都不能拿了 我确定不跟他过来 你确定点了 你这样就这句话了 对不对 咱俩你证语 给你过人 咱办法令人让 我还没够死你 是啊 但是你够 我反正我够不够 月华告诉调解员 为了不想再见到丈夫 他已经躲了八年 虽然这八年 他受了不少的苦 但是他觉得值 对不对 你妈 你这老子 你再办事 那你不能再说 我那老子是什么 对于月华 孙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说当初和月华走到一起 他单方面以为 月华有离婚协议 就等于离婚 直到梁杰找到他家 他才对月华 手中持有的离婚协议 是否合法产生疑问 因为月华的户口 还在梁杰家 户口本上 两人还是夫妻 月华这样和他生活在一起 他也不踏实 我给他打结婚 打不透 梁杰跟后的嘴子都不放 我打了嘴子就不得了 那你为啥不早点给他念 怎么让你提到他这样了 我这个人 他又不是说很坏 我把他念过 他还拿出都没有 他说你那边是房子 孙先生说 直到梁杰找到他家 他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如果月华为了孩子 愿意跟梁杰回去 他也愿意放手 尊重月华的意见 月华说 家里还是老房子 生活现状和20年前一样 他要如果房子改好 你能回家吗 我还没在 你还没在 你那根儿讲了以后 居气味不去 你说话 坚实战的说话 不咬疼啊 我没办法 你为啥没办法 你欠他说 你看他在那边 你要再走一步两步 我还让到你 调解员觉得 如果月华真的觉得 和梁杰生活不下去 他应该去法院起诉 或者是去民政部门 办理离婚证 而不是悄无声息的 丢下孩子消失 月华这样做 不仅伤害了孩子 还伤害了家庭 面对调解员 月华承认自己做错了 但是他已经无法回头 看到月华决心已定 调解员劝起了梁杰 是这个女人厉害你法念 但是在他法念当中 表话很大 现在已经在法庭上来说 咋说了那家是夫妻 在人家来说 已经没有叫人心味了都 已经到这一地步了 不是快刀斩斩嘛 在年轻没有招到 现在招到他了 你妈只能去办个离婚 收起不就关了吗 梁杰口口声声说 要和月华办理离婚手续 当月华答应 去民政局的时候 梁杰再一次责怪月华 你当时就找我办离婚 要是离婚 你不关事多远 你不关事处罗的 可我就打病我整个活 我都把他捧过来活 我跟你说 你心里是有活 就因为那来人也不必要 就两句爆发了 没有意义了再爆发 也许是梁杰对月华 还抱有一丝回头的幻想 也许是梁杰对月华 有其他想法 刚才还口口声声说 要离婚 梁杰现在却不愿意离了 还谈起了条件 月华说梁杰明显是在胡搅蛮缠 他觉得梁杰反复无常的态度 还拿女儿的抚养权说事 梁杰这样做 梁杰坦言 他会和月华办理离婚手续的 但必须经过法院 他想要回女儿的抚养权 月华说 如果丈夫想抚养女儿 他也同意 但到时候 必须让女儿自己做出选择 月华说 只要丈夫愿意和他解除婚姻关系 就是经过法院 他也同意 调解员觉得 既然梁杰和月华都愿意走法律途径 调解员决定尊重夫妻俩的选择 但调解员认为 梁杰和月华的事情 还没有处理好 月华就和孙先生生活在一起 这的确不合适 经过调解 月华同意 在没有和梁杰离婚前 他不会再住在孙先生家 梁杰也表态 他会尽快去法院和月华 办理离婚手续 无论女儿最终选择跟随谁生活 他都会尊重女儿的意见 那么月华拿出的离婚协议 到底在法律上有没有法律效应 为此我们采访了河南 绿旗律师事务所的 谢正武律师 那么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 双方离婚 必须要到民政部门 办理离婚登记 领取离婚证 或者是到人民法院 具体诉讼后 拿到离婚判决 或者调解书 才可以认定为离婚 那么如果双方只是 签订了离婚协议 但是并没有到民政部门 领取离婚证 那么在法律上 他们并不能设立离婚 他们的离婚协议 也并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应